迎接金牛年金融业第一波小物出炉 金控业者推出造型牛灯 提灯上满满的元宝 还有双干硬的可爱口罩 象征招财敬宝 证交所这回也推出牛年吉祥红包带 以大面积烫金的敦时金牛为主题 象征台股万四牛市延续 也受到投资人的欢迎 金牛年第一波小物出炉 以元宝招财牛为造型主题 寓意牛转乾坤牛市大发 提灯亮点戴上印有MD 以及MIT字样的双缸印可爱口罩 拿到的民众说要给小朋友做示范 现在防疫这么长时间 他们根本都不想戴口罩了 所以有牛灯笼这个口罩 我觉得很棒 爸爸妈妈与小朋友 共享亲子折纸乐趣 提灯造型由创意折纸大师 洪欣富老师设计 连续16年的创意发想 则是来自于创办人吴东京 主要是我们新冠金控创办人吴东京先生 他觉得灯笼是中国人传统上 非常讨喜的一个童玩 所以他希望我们设计这个灯笼 来接近我们的客户 象征金钱与财富的金牛 期盼客户拿到免费提灯 增添好兆头 红包袋里头的年利赫卡 以世界地图结合发光的金色台湾 还有议员富士象征招财进宝 证交所每年推出的 12生肖红包袋喜气满满 持续成为投资人收集的新年吉祥小物 台股的鼠年创下新高 也让金融业期待金牛年的牛市行情 持续扭转乾坤 记得又是林秋强台北台湾报道